中秋這個影響食品 除了下班就是文旦 今天在在地上最漂亮 就要帶鄉親 再回來去吃文旦 但是說到這個文旦 大多數的鄉親 都只想到麻豆 事實上 我們花大的文旦 有風味 一點點也不會適合麻豆的文旦 三季又開始 相改適合中秋送禮的時間點 麻豆的文旦由等到高隆來採取 中秋就還沒到為什麼 買這麼多東西 高隆說 因為花大的文旦 會在中秋煎的半鍋味 完全新鮮 所以兩禮拜後吃最好吃 所以我們今年 比較晚收 我們本來都是九月找的在收 我們今年就把 嚴格九月找五、找八 我們希望我們的品質 可以維持 並且會追蹤以上 雖然中秋吃文旦 都會想到麻豆文旦 不過花大三季很適合 感受到的高手行動 除了出名的生日有意外 最先前期的就是文旦 是花古之間 在湯天出散的水 還有三、四十種 其中感激劣的 將近十種 最早拆收的 就是在白樓之前 拆收我們的文旦油 很多人知道花大有生油 不知道不知道 花大有文旦油 其實花大有文旦油 品質非常好 而且我們不是品質好而已 而且我們的價格 跟南部的價格來說 品質差不多 但是價格我們繼續評價 可以說是中秋 善禮很好的選項 賴康朗 這些產業活動本來 正在面接不大 一二十公斤的油 一萬元中三龍 大概有六七萬斤 今年天公佩 也會高攏一個風生年 今年來說 因為沒有風太力 所以平均來說 每個三龍 大部分都成長 只是說成長的幅度 多與少 但是最近因為有漏 所以就把一些三龍 都給打 有的人去泡水 這個油 後大顆 後小顆 它的差別 是差在哪裡 這個差別 一般來講 我們的筋油 我們筋差不多 是三百五十克 至五百五十克左右 這種吃起來的油 它會比較油脂 它的肉會比較軟 水分的比較薄 我們這麼大顆的油 基本上 比較好看而已 它的肉會比較粗一塊 但是口味跟小顆 比起來 差一點點 但是 也是小顆的比較好 我們正經要經的油 也是建議說 緊朝著一種大小的 才剛好 政產人很辛苦 都很不欠收 沒空壞 難怪 農民說 如果是風收也煩熱 因為兩太多 一時間 不會不會出門 也難怪 今年的油 因為 夏天的時候 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會在台灣算很減 所以說今年的品質 包括它的燈熟 落它的涼頭和豬頭 還不錯 這感覺的水果 我相信 味噶是很多 營養粉很豐富 吃得對人的身體很好 所以 中秋送禮 火鍋的文彈油 是大家送禮 最好的選項 推薦給大家 方言大家 這個幾個來 我們希望 好怕怕 吃這個最好吃 火鍋的文彈油 到中秋約兩禮 沒錢火鍋的文彈 也都差不多 已經採取完 就等小火鍋 沒回去洗水 中秋來吃 最好吃 火鍋的文彈油 大 大眾新聞 中四輪火鍋 彩虹報道